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各位朋友,欢迎光临观点会客室。 我是杨明,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又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有一句是放租四海皆准的世界公约等级,人类共同在追求的目标的一句话,那句话叫做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但是在过去只不过是大概短短一周的时间,我们就看到台湾的东西南北上上下下,从当政者到平民百姓,似乎很难想象。 台湾现在好像人民都活在恐惧当中了。 过去七天当中,我们看到了新北市有新店的气爆案。 台中市的自来水水管爆破,造成非常多民众遭到停水之苦。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中南部,特别是高雄的灾区,登革热可以说是肆虐,甚至在南部已经出现了第一起,今年第一起的登革热死亡的案件。 那更不要说在过去的三四天当中铺天盖地的是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他的这一个突然之间的被拔冠,甚至是被冠上有国安叛国泄密知嫌这样子的一个报导。 那回头来讲,其实仔细地想一想,这样子的事情在现在的台湾已经解研了,也已经这个实施所谓亚洲,成为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实施了所谓的民主社会。 所以数十年到现在还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说起来真的是让作为台湾人的每一个分子应该都感到非常的惊讶,甚至是痛心。 可是痛定思痛,在这个时刻我们更是需要一起冷静地把许多已经继承事实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可能从当中学到什么教训。 作为下一次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明天期许,我们这个努力的更好的明天的期许,这样子努力的方向。 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关切,从高雄的731气暴之后,不得不说台湾的产业转型,特别是石化产业,还有台湾的公共安全的问题都突然之间被浮上台面。 这不只是高雄人的事,这个其实是全台湾人共同要来面对要来检视的部分。 我们今天的观点会客室当中所谈到的主题是在一切事物的最后一步了,也就是在生死关头灾害的现场,我们要来谈一谈关于抢救这一件事情。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专业性的题目,但事实上专家告诉了我们,这个东西如果普罗大众能够多一分认识,那么就可以保护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真的是对自己还有自己所爱的人多一分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因为这个当中台湾人居然还有许多是让在灾害现场,会让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却不自知的状况。 今天在观点会客室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成功大学的一位学者,翁玉峰,翁博士,还有来自消防署的灾害抢救的专家,吴武泰,吴专伟,我们一起来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谢谢您又来到观点会客室,今天在会客室当中的事其实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就是现在现职在消防署的灾害抢救科的专门委员吴武泰、吴博士。 吴博士他在过去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台北市消防局的大队长,台北市几个最精华的区域当时都是在等于说他的管辖的辖区当中,包含了中山、内湖、松山、士林、北投,这些都是在他过去在台北市任职的时候。 后来他到了一个在台湾,其实是包山包海的县市做了当地的消防局局长,那现在又回到消防署。 这一次呢,特别在这个他摆忙当中,请他能够在会客室里面来跟我们见个面,因为特别希望了解在他的观察当中,731高雄气暴这个事件的标准流程。 从事后来看,为了真的是避免在有消防的弟兄亡死在当中,真的是希望下一次如果有同样的事件,我们能不能从这一次当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 我们一起来欢迎吴武泰,吴专伟。 喂,吴专伟。 你好,你好,是。 吴专伟,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的是,您怎么样看731高雄气暴的这个,在事发的72小时内,这个消防的处理动作,您会从哪几个角度切入? 我想从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里面,就是说高雄的这个气暴案,其实在很多民众的一个关心下, 就是以当天大概在晚上8点46分,陆续有很多民众来用电话,他们的1999或者是119的系统。 那很快消防单位也赶快出动消防车还有消防人员到现场吧。 那也用了我们这个所谓的武用气体真正器,在现场来做所谓的不明气体的一个争论。 是。 那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武用气体里面,大概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比较容易,通常像氧气氧,或者是有一些有机化学的, 那个都可以量子,就是你要去判读真正的那个什么气体,必须要用图谱。 是。 我们用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仪器叫GGMAS,或者是所谓的这种这种火焰式的。 那这些比较好的这个仪器啊,那个很昂贵,而且都要在实验室那种环境去做。 嗯哼。 比较容易去判读它的那个实体的那个分子。 嗯。 所以我们大概消防里面所配备的这个无用的气体真正器啊,就是以我们生活空间里面, 大概可以来稍微判定,这些气体类是不是属于啊,可能会有这些所谓的蓝巢或者是爆炸。 嗯哼哼哼。 我给它设定一个刻度啦。 OK。 当你达到你的那个最低下线办事室的时候,那我们要做了一些管制的动作。 当天他们也有请那个前任分局啊,是。 对一些这个有白烟的那个路口去做那个管制,所以在整个路口里面大概最少有五个管制点。 是。 让人车啊进入到那个那个管制的区域。 是。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呃,引领前置的这个七八之前啊,这个我们所了解的。 嗯哼,不过我蛮好奇的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呃,在这半个月以来,大家其实真的都不断的要替警销,特别是消防人力加油。 因为我们看到很令人伤心的消息是,当时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些管线的资讯的不明,而使得这个前进指挥所是设立在一个后来的气暴点上面。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让大家也是觉得会不会我们能够从这一次来,等于说像浴火凤凰一样能够有一个再出发的,那就是说,呃,关于特别是消防人力在对于这种,消防人力怎么样在对于毒化災的这个应变,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再重新思考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时间轨迹,大家已经把它剪出来了,就是说在八点多到十点多之间,警销进入到现场有大约两个小时,但是后来发觉这个碍于手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判资讯的不足,所以后来在十点多有毒化災应变队,再进入到现场。 那就在毒化災应变队,他侦探出来是丙烯之后,大约五分钟左右就气爆了。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警销刚进入到现场的两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里面,似乎来不及去应付到整个这个大环境,来把它找出哪个管线,又是什么气体。 所以您觉得,如果从刚刚我提到的这两点,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可以重新再思考的地方? 对,当然我们在整个毒化在国内来讲,那个环保担任是比较专业的,因为是在我们在网法里面,整理那个毒化物的部分,也都是由环保署来做一个执政。 那以高雄这次来讲,因为他本身是属于一种叫做不明气体。 是。 所以在第一时间,消防人员没办法判读的时候,当然我们也通知当地的环保局,在派专业的人来协助做政策。 是。 那环保局的人员也很快到现场,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判定。 所以,等于说由这个消防局在通知那个毒栽演变队,是南区的,到现场来协助。 当然这个是一个一个路程跟时间的一个竞赛。 嗯。 那因为这个案件,其实从后续很多的资料的解读,就是一直没办法去了解,到底那个物学下学道还有一些那个香罕。 是。 是包括雨学下学道的部分,那到底有哪些管路呈现了。 所以,一直到大概11点多,他们也通知那个公务局的那个管线科。 嗯哼。 趕快来协助,就是说到底这个雨学下学道或者是物学下学道,到底有哪些管线,有哪些输送物。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那以消防局的过程来看,那都是很低级面的。 那只是说,这个不明气体它的叛毒,其实在这个专业仪器里面,它都必须要比较严谨,去做实际探毒才能够得出它的结果。 所以,包括环保局,它也用那个钢品采样回到实验室去做。 嗯哼。 因为它得出来,可能是已经确认是灵溪了,但是距离它气泡的时间,其实它的反应时间大概就比较不足啦,所以变成说,才产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伤亡的事件啦。 嗯哼。 那当然,对消防人员来讲,这个是值得学习的经验啦。 嗯哼。 所以我们从里面去崛起经验说,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像环保单位,他还是要第一时间啦,就通步第一时间,来协助做政策跟检验啦。 是,是。 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针对附近的民众,包括道路的管制啦,民众的疏散啦,因为这个部分要把它提升上来。 嗯哼。 哦,那以最低的这个人命的伤亡力去做一个思考。哦,那把这个整个警戒区啦,疏散区啦,把它扩大。 是,是。 去做一个有效的那个人命的控管啦。 是。 这个是我们可能就是未来要,要重新去解释的啦。 是,是。所以这当中包含了几个元素,第一个当然是,呃,这个相关,就是说等于说,各个不同, 单位的这个整合要迅速的能够被整合在现场嘛。那第二个是包含了,呃,要去疏散,做以这个伤亡人数最低,所以最严格的这个疏散,这个启动,这个启动的标准,可能未来也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嘛。 那当然第三个我好奇的是说,那么在消防的教育里面,对于原本这种化学的,气体的这种灾害的训练,您觉得会有需要调整吗? 那这个部分,从每一个个案里面啊,我们也都需要说去静静吧,这个也是必要去做一个调整,是。 是。 那我们也从像美国过去发生过的,或者是日本也发生过的,韩国也发生过的,类似像这种气暴的案件。 是。 除了有一些救灾人员也不限这个病毒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民众也有重大的伤亡。 是。 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不同的这些国家里面,其实也呈现出来,不是只有救灾人员要强化教育,包括那个在地的民众。 OK,是。 你要出散的时候,你不能在现场因为要围观啦。 是是。 或许对台湾人来讲,我们在现场最容易看到就是一个人在围观。 嗯哼,嗯哼。 然后好像有点是好奇心啦。 嗯哼,嗯哼。 其实当然都会做到波及啦。 嗯哼。 所以这个这个疏散的教育的部分,我觉得是有必要再去提升。 嗯哼哼,OK。 我好奇的另外一个点是说, 嗯哼,目前所找到的各样的事实和一些相关的研判资料。 我们好奇的是,也觉得心痛的是,为什么前进指挥所当时会设在一个气暴点上? 这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嗯。 嗯哼。 所以,他们把前进指挥所,大概以当时报案的第一个点。 大概距离有十几公尺啦。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本身在当时前进指挥所的人,没有受到伤害的,连受伤都没有。 是。 嗯哼。 所以,那个是看现场的那个环境去做那个体重,调整它的位置啦。 是。 OK。 哦,那我来厘清一个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在普罗大众的心里面,会有些疑惑的是说,前进指挥所他所设立的点,应该是要一个等于说最安全的制高点。 因为那是一个等于说指挥站,那是一个将军呆的地方,好像降在外,那将军呆的地方在那里,那大家再根据这里的消息,指挥,还有后备的资源,然后再出去外面打仗这样子。 但是前进指挥所,如果在台湾的这个标准的消防的流程里面,前进指挥所设立的点可能要有什么样的原则呢? 嗯,当然我们以那个独化物来看,就独栽,基本上我们会化成三个区,就是乌兰园的那个释放区,我们叫做热区,那再来就第二圈叫软区,第三圈叫冷区,那一般我们的指挥所一定是设在冷区,对外围的第三圈,作为它的指挥所,而且是在上风处。 是。 所有的人也一定要从指挥站上风处这边来进出。 是。 那这一次的高雄前进指挥所是设在冷区吗? 嗯,基本上在那个,这个事件,因为他们没办法确定那个,那里是何种气体。 是,是。 对,所以说在那个指挥所的选定里面,就没有去比照那个比较所谓的独化物,就独栽的那个部分。 是,是。 对,这个部分它大概的一个距离,我当时去跟他们几个了解的话,一开始是在十几公尺的位置,后来就慢慢往后退。 是,是,是。 如果说以那个环境来看,以那个环境来看,基本上它最起码又退到像软区跟能区的那个交界点。 是,是,是。 OK,那我的好奇的地方是,因为刚刚就是吴专伟你有谈到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所有消防人员追求的目标都是最少的人命伤亡。 所以这当中也包含了自己这个消防弟兄的生命安全。 那,但如果说站在这个原则上面,把前进指挥,第一个是因为不确定什么气体, 所以就是以,呃,就不是以这个最严格的,也就是毒化灾的这种概念,去涉前进指挥所。 这个部分是不是未来有调整的空间? 对,那这个我们会把它类为一个很严肃的那个训练的教案。 OK,是,了解。 这个部分,除了说让民众减选伤亡以外,另外就是救灾的人员。 所以,呃,包括未来所有的这些人车,它的那个管制进出的方式,和部署的方式, 我们会就这个案例重新去检视,所有的训练规定。 是,是。 它本身,呃,可以真的让伤亡更强强的。 是,是。 OK,那,呃,我现在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在于说,呃,其实内政部在最近是有非常大幅度的做出这种,已经是类似建制,类似组织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在从731气爆发展到至今大约半个月。 内政部甚至是消防署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组织上面的建制安排。 那我们看到最近媒体上面李红元教授,他常常谈到说,应该要有一个类似美国这一种,就是由中央的力量去介入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的应变中心。 那目前台湾,呃,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说,李红元教授这一个专业概念的精神是什么? 那又落实在台湾,因为台湾毕竟风土民情不同于其他国家,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风貌独特之处。 那台湾目前的做法又是什么,在近期最新的改变? 对,当然那个我们以前部长所提到的那个都是很好的一些观念啦。 那大概有提到就是像美国那个FEMA的组织啊。 是,美国的FEMA。 嗯。 对,FEMA组织大概是1980年成立的嘛。 是。 因为我也常去那边考察。 是是是。 那过去的1980年成立的时候,他只是总统,只算行政部门里面的第一体机关啦。 嗯哼。 那本身,所有的这些灾难都是由他,整个那个祖师啊,统一运作。 是。 所以,他可以指挥各部会,跟地方政府。 哦。 那他的这个权限是很大的,因为连各部会的整合,不只中央,甚至中央可以,地方也可以。 所以,他这样的人员应用不是很专业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得很好。 OK。 但是在那个911事件以后,那个小布希就把它放到那个国土安全部。 哦,但这个位阶非常高耶,在美国的公共行政里面。 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消防署的位阶啊,就是变成内政部消防署。 是是。 他那个变成国土安全部的引起咽变署。 是是。 在2005年,那个Katrina飓风的时候,变成说,他整个变变啊,有没有以前那么顺。 哦。 而造成说,Katrina飓风整个变掉,溃体了以后啊,他的那个救援啊,变变啊,那个体制就变得很缓慢。 而让小布希的民调就僵到蛮了。 是是。 这个部分美国人也是在检视啊,当然他们现在还是维持那个国土安排。 嗯哼。 然后底下有一个细码的运作。 是是。 那以前部长所提到这个环奈总统,看来也是一种悬项。 嗯哼。 目前我们国内,呃,在每一年碰到不管是台风,或是其他灰鼠的台风,这些灾害,或是更大的人为灾害来讲。 这个都是除了一些善变未问续续之外,最重要的是说,在宣政部门的组织运作里面, 有没有必要去挑战。 嗯哼。 然后让他的那个验变的效率更高。 也许是说有一些预防性的作为。 是。 还没有形成一个灾害之间,你的预防性作为要不要先介入。 是。 那这个是有谁来下令有来判断。 当然如果说,呃,呼应到那个李前部长他讲的就是说,如果我把那个王在中枢拉高,到总统底下的一个位阶, 或者是到院长底下一个位阶。 是。 那或许他在要求各部位怎么样去应应举播的时候,可能整合的能力也比较强。 然后呢,那个指挥的效能可能也比较强。 是是。 这个是我们从老期的FEMA成立以后的一些运作。 嗯哼。 过30年来去看他的那个效能来看。 嗯哼。 蛮不错的一个范例啦。 嗯哼。 了解。 不过您刚刚谈到了一个关键,各位朋友可能, 这都是近期台湾社会越来越重视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什么? 这个概念叫做风险。 所以在做法层面是什么? 就是预防。 这个话怎么说呢? 我们愿不愿意为了那一个可能几率很小, 但一旦成真,成真就会有极大伤害的事先付出代价。 我们愿不愿意事先付出代价。 当然不一定会成真,也就是说付出的代价有可能白费。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走这条预防的路呢? 这个的确是整个社会要一起共同思考的。 如果单单就政府的力量, 就如同刚刚我们在访问里面所了解的, 政府说现在或许要疏散了,民众不合适为官, 不合适再继续在这里活动, 那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扰民这样子的抗议, 甚至不服的这样的声音或作为出来。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都要一起附上代价的地方, 大家都要一起思考的地方。 那请教一下,那吴专伟,那目前是不是好像在国内, 在最近内政部也有了一个调整吗? 对,大家也有在做一个内部的一个演示。 那像刚刚主任所提到就是说, 从风险的角度去谈预防的策略。 前两天台南高雄都有西南的气流, 那其中台南是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民众提出一些意义。 比如说,它又不是台湾,那只是西南气流。 虽然它每一小时的降雨量很高, 但是到底要不要放台风降, 就是全班停课嘛。 是的。 所以当然那个是造成大家的一种讨论。 所以这个就是主任讲的就是说, 你要不要从一个自然灾会怎么形成, 或是人为灾会怎么形成, 那个一个风险的分析跟管控的体制里面, 然后去做预防性的。 像全班停课它是预防性的。 是,是。 这个部分它可能这个六个小时之后, 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大面积的淹水, 会让民众不方便进出, 而且可能会延伸伤亡的时间。 是。 当然就是填班停课嘛。 是。 那很多人, 像公务员也会想, 它又不是台湾, 因为我要填班停课要有标准啊, 有三个标准啊。 是,是。 要达到七七啊。 是。 那再来就是雨量。 特别要用300mm或500mm。 这个部分大家会去做既有规定的检视。 是。 但是老天蕾它不会去用你的标准去看啊。 比如说这个部分我要下多少雨, 是我自己决定啊, 我怎么会用你的标准去看。 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 人类要因应气候变迁, 开始要很谦卑去想。 是。 比如说老天蕾会给我哪些考验。 所以我要带给民众有哪一些预防性的作为。 是,是,是。 所以有很多民众觉得说, 无风无雨, 为什么会放台风甲。 嗯,是。 或者是说, 大风大烂, 为什么不放台风甲。 是,是。 所以, 地方政府也常常为了这个很耐烤脑心嘛。 是,是。 人民也好, 政府也好, 就是要被教育。 任何一种天然灾害也好, 人为灾害也好。 是。 它的风险, 会产生多大。 嗯。 我们从气候变迁, 有很多的例子资料来看。 灾害只会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是, 的确是。 它的伤害程度也越来越严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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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其实我们在现在生活的此刻, 相信台湾的大部分的民众, 其实都了解一句话, 那就是极端的气, 那就是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天气, 事实上已经天天影响着台湾人民的生活了。 各位朋友, 其实我们稍微回想一下, 十年前, 五年前, 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这么容易听到下面的这些对话吗? 我相信接下来我要谈到这些对话, 可能是在夏季, 台湾人每一天都在谈的。 就是, 哎, 好可怕哦, 突然之间雨下的这么大。 哎, 奇怪了, 这个天气的预报越来越不准了, 怎么搞的? 哎, 这个台风天怎么老是跟台湾的这个气象局预报的老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有这么严重吗? 有严重到要放假吗? 其实这个大概已经是我们台湾的社会天天或多或少都会听到的一句话, 各位说是吗? 不过回头来说, 这样子的对话, 有没有成为我们一个常态性的思考? 那就是, 我们要不要为了可能会有的风险? 几率不大, 但是一旦发生危害极大, 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个可能的风险先付上代价去做预防? 那这个我觉得是刚刚吴专委他谈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专委我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因为您的历练非常的丰富, 您呆在这个台北市几个精华的重点区域, 您当时担任大队长, 后来您到这个, 一个等于说包山包海的县市去担任那里的消防局局长。 您觉得在您这样子的历练, 让您看到每个地方, 虽然就是台湾的这个消防防救灾的制度, 我要说, 各位, 其实在亚洲已经是非常进步的了, 已经是非常进步的了, 这个不需要消防人员自己自吹自擂喔, 其实媒体大概都公认如此, 特别在几个重大的风灾之后, 有了长足的长进。 好, 但是回头来讲, 我要提到的是, 您觉得虽然制度还算完善, 组织也就是中央跟地方的配合沟通之间, 我们看到每一次台风天, 哇, 中央跟地方的应变中心都常常有非常直接的沟通, 甚至中央就调派了军力下去, 啊, 进行这个, 替当地进行民众的预防性撤离。 这个我们都看到已经是, 有相当完备的一个建构了, 可是我要问的事情是说, 您觉得在制度之外, 有没有可能在每个地方, 各个地方的实行仍然有不一样的那种, 那种风格, 您觉得呢? 嗯, 其实制度我们大概, 呃, 现在目前参考的都会用一些先进国家的体系啦, 所以, 台湾目前制度的设计来讲, 也都是蛮符合这个, 国际标准。 但是, 问题是在, 任何一个制度要运作的时候, 你要operation的时候, 这个人的因素啦。 是。 所以, 我觉得制度设计没有问题, 而是, 内部运作人, 你必须要去教育他, 你必须要去训练他。 是。 然后, 他怎么去, 让他运作很顺利, 而且他知道他的职责。 哦, 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增强的态度。 那, 包含民众也是一样。 哦, 就说, 你今天不能讲你是赚到台风下, 而是, 这个部分, 人生你就是要面对, 你生活环境会有这种态。 所以你要更慎重去看。 是。 这个是, 从民众的交易, 从工部门的交易里面, 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还需要再去强化的。 嗯哼。 这是来来去去的啦, 所以, 制度可能是很好, 没有改变, 但是人会改变。 那如果人的运作不顺畅的时候, 那你就会出现很多环节, 会有miss这样。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魔鬼藏在洗劫里嘛。 是。 他绝对不是制度的问题, 而是人运作的问题啦。 是是。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啦。 是是,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想要请教吴专尾, 因为其实, 嗯, 台北市算是全台湾人口最密集的几个城市之一, 甚至可以说明念前茅了。 所以台北市在消防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过去长时间跟消防局接触的过程中, 我们发觉一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哦。 那就是, 哎, 等到记者, 其实记者都是接到消息都非常的快哦。 但往往等到记者到了现场的时候, 消防局的弟兄已经把火都在控制的范围里面了。 所以因此死伤是, 几乎可以说台北因为火灾而来的死伤, 相对于在台湾的其他县市是比较低的, 这个死伤的伤亡人数是比较低的, 但是除了台北市之外, 好像这个运作的效率跟判断的, 这个专业判断的这个适切的精准的程度, 可能都有点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对, 其实, 呃, 台湾很多的科技啦, 我们讲科技产品非常多, 就行销到这些各国。 台湾的一些科技软体的人才很多。 但是我想说, 我们大概整个国内的氛围啦, 我们还是比较欠缺在我们所谓的 整合性的科技的软硬体。 OK。 那这个部分呢, 比如说, 有人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靠经验在工作嘛。 那, 当你面临到比较, 这个严峻的环境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这些软硬体来协助你做判断。 所以, 平常我们当然就要建置很多的这些资料库, 然后去做分析训练嘛。 是。 啊, 所以, 为什么说, 呃, 不同的城市里面他做出来的这个研判, 会有一些落差。 是。 我讲, 跟他的思维做这些资料库啦, 做研判分析的方法, 可能都有一些差异性。 那这些差异性里面或许, 或许可以定义说, 他可能是每个人的那个经验值不一样。 嗯。 所以他做出来的判断, 嗯哼。 局的角度不一样。 嗯哼。 那当然, 每一种灾害的一个演化, 它有它的那个风格啊。 嗯哼。 会造成不同的这种创伤程度。 是。 这个是, 我们从不同灾害形态里面, 去做思维。 就是, 把一群人放到, 不同的这个环境的灾害去因应, 因应的时候。 因为他做出来的, 不见得是一样的东西。 嗯哼。 嗯哼。 所以, 为什么我们讲说, 要有一个防灾种鼠, 来做为一个偷偷。 就是, 这些人就是专门在做不同类型灾害演变的。 它可以从预防的规划, 从一些平常的, 能备。 然后再来就是, 应变的一些文工的训练。 是是。 整套, 拉到现场就可以做。 是。 或者是, 在成立一个指挥中心, 应变中心的时候, 跟现场的前进指挥所的时候, 这个部分呢, 都是同一批的, 很有经验的人在做。 那当然他就可以做灾害的控制。 是是。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思索的。 那也就是说, 整体国家的竞争力, 其实你要怎么样让很多外商愿意来投资。 那个灾害控损, 其实就是我们在投资一个很重要的, 凝固的标的。 嗯哼。 只是说, 国内都比较忽略到这一点。 是是。 国内的概念就很简单嘛, 有一块土地, 那你就去投资, 去盖嘛。 嗯哼。 很少会把风险分析这一块, 就是风险管控这一块, 放到所谓的投资里面, 去做一个初期前期的, 一个所谓的预防的作为。 嗯哼哼。 这个部分, 你延缓灾害的发生, 或者说, 你让灾害的那个损害程度, 如果可以降低。 嗯哼。 那你的后利率可以提高嘛。 嗯哼。 这个是我们也慢慢要去, 不管是经济部位, 或者是其他部位, 都要去强化这种管理。 是。 而不是只在意说, 我就是做一个商业的经济投资。 嗯哼哼。 那都不是很重要。 嗯哼。 所以, 我们变成说, 国内, 不管是安全的角度, 或是环保的角度, 也慢慢地在跟随其他不同的这些, 发展国家里面去学习。 嗯哼哼。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是。 刚刚其实专委谈到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 第一个就是叫做标准化。 台湾已经, 不是一块太大的土地了。 那么, 我们的种族, 我们的语言, 其实说实在, 也不是真的这么多元。 我们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好了。 如果对马来西亚有概念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 他们大概就是一个麦当劳的店员, 都同时可以拥有大概三四种语言的能力, 是非常普遍的。 那我回头来讲, 所以, 谈到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 呃, 所谓这种, 这个, 最近, 我们大家看到新闻版面上面, 一直有李鸿源教授, 他出来, 说这个, 可以来向美国的FEMA学习啊,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精神, 对不对? 就是标准化这件事情。 嗯。 是, 那刚刚您也谈到, 其实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说, 风险管控这件事情, 可能开始要出现在, 普遍的意识当中了。 不只是在于, 就是可能第一线的, 这样子的警销人力, 甚至包含了, 呃, 政府的各个部会, 甚至也包含了是我们全民都一起, 要来试着思考的。 我可以这样子诠释吴专伟, 您刚刚的意思吗? 对, 对, 我觉得制度, 基本上, 怎么设计, 我觉得都还蛮OK的。 那, 重点是在于说, 当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产生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因素啊, 它是一个干扰。 是, 是, 可是你没有去训练他, 他还是不会啊。 是。 你说很多的SOP, 很多的标准化, 我觉得, 我们都可以讲得很好。 嗯哼。 但是你从来不训练他, 从来不去操作, 你不是一个所谓的伙伴关系。 是。 那个还是没办法运作啦。 是, 是。 我比较重点的是说, 任何一个抑制一个系统, 我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可以接受。 是。 好, 但是, 但是, 呃, 说得好, 但是没有去做。 ok。 他还是等于零啦。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在台湾的这个第一线的消防,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吗? 当然, 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本性。 哦, 是。 中国人的本性是这样啦, 就是很会讲。 嗯哼。 但是, 通常不是自己做过的经验。 是。 所以我们也了解啦, 就是每一次大战争之后, 很多的专家学者啦。 嗯。 很多的媒体, 都会很多的这些建议啦, 论点啦, 批判啦。 这个我们都很理解。 但是, 当我们在陈述这些东西的时候, 反而每个人, 就是每个国人, 都要静心下来说, 那我们曾经有过哪一些经验, 可以拿出来用的。 嗯哼。 好,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就是说, 灾以后你也是要重建嘛。 是。 那我们从过去, 九二一大地震啦, 纳利风灾啦, 等等。 我们过去有这么多, 摩尼克风灾, 这么多不同的这些受灾经验啦。 我们也在做重建啦。 是。 那怎么做? 那过去的经验, 你能不能把它拿出来用? 是。 所以我们也在看说, 高雄批报以后, 它的重建到底要怎么做? 是。 这些都是经验啦, 那你又没有去用到, 把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过去做的那些数据, 那些作为, 通通把它找出来。 嗯哼。 作为你的规划。 所以这个不是困难, 因为我们台湾每一年都有好几个, 好几个, 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些灾难。 所以我们都有做过, 验评跟妇原重建了嘛。 是。 那就看主事者要不要去, 把人家的经验把它拿出来用。 是。 高雄过去有莫拉克啊。 是。 莫拉克的风灾啊。 是。 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嘛。 是。 但是它在重建的过程里面, 它有一些重建的经验啦。 是。 那它这一次能不能导入到它的气泡啊, 去做重建。 嗯。 我觉得我们也是在观察。 是。 哦。 就是说你的经验, 一些重建的经验, 事实上是可以扶持。 是。 我觉得人是要谦卑, 是说, 过去人家留下来的经验, 我们要很努力去学习。 是。 然后把它真的去, 包括像平常的大型的消耗演戏啊, 去把它变成你的经验。 嗯哼哼哼哼。 像当, 当真的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不同障碍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在处理上, 大家也比较容易沟通。 因为有经验以后, 那个沟通的速度就会快。 是。 做出一个好的那个决策研判的时候, 还不会一直在那边啊, 然后犹豫的, 然后没办法去做决策。 那现在, 依现在的现况, 您觉得是什么阻碍了经验的彼此交流, 或者说经验的传承呢? 我觉得是人的态度啦。 OK。 不管是, 当时总统笑到一般的百姓, 大家基本上都会缺乏一些思考能力啦。 这是我对台湾的观察。 是。 就说, 大概每一点都会有, 都在重复。 但是我们很容易坚望。 是, 是。 一般讲的嘛, 中国人就三分钟这个, 他很容易坚望的。 嗯。 那你过去有经验, 即使就可以拿出来用啊。 是。 像我们做科学实验一样嘛。 是,是。 人家做过的实验, 我们从不把它做, 然后去萃取自己想要的这个精华。 是。 这样的。 是。 是。 国外也有国外的重建经验啦。 嗯哼。 我觉得, 嗯, 每个人都很关心, 啊, 这个每一次灾来, 到底, 从灾前跟灾后, 大家要怎么过。 但是, 不妨大家把心房卸下来。 就是, 很前面的去面对。 是。 我们不去做有经验。 是,是,是。 这样来做, 我觉得, 对一般民众来讲, 也比较好啦。 是,是。 要用政治思维的, 完全是。 真的是, 政府在服务百姓的。 嗯。 说, 不同的这些, 啊, NGO的团队, 也一样。 大家本身就是, 一个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嗯哼哼哼哼哼哼。 去帮我们这个生活空间解决问题。 是,是。 这是我们从, 这次里面也在观察说, 到底我们是不是用这种很深层的方式, 去看待老天哪, 给我们的这个考验啦。 是,是。 不过到底这个为政者, 能不能放下所谓的, 呃, 党派, 立场, 或者是,呃, 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的考量, 而能够放下这一切, 单单就, 就是所谓的, 减, 把人民的伤亡减到最低, 放在第一位。 这个, 的确是, 恐怕就是, 选民自己真的要张大眼睛, 一起来检视的。 而我相信台湾的民众, 也应该是看得出来的。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访问到的是, 成功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 翁玉峰, 翁老师。 我们要来谈一谈说, 到底这个, 愿意为风险, 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到, 但, 一旦发生, 影响就会极大, 而付上代价, 这一个预防原则, 这样子的概念, 在台湾的民情里面, 到底民众的接受度高不高? 我们刚刚上面所谈到的, 包括几个层面, 第一个是, 现场在应灾的标准流程的再检讨, 第二个部分是, 长久以来, 这个管线, 恐怕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说, 业者自治了, 仍然这个主管机关要负起相当的责任, 所以第二个管线不明的问题, 那第三个是包含了, 对于复合式灾难的应变, 老师这个如果在国际间, 有没有可以取法的例子? 是一种复合性的, 这种复合性的呢, 包含天气气候的因素, 虽然这次是爆炸, 它可能只是那个马路被掀翻, 这样的一个事件。 问题是, 再加上天候因素, 灌下来的雨量, 那它的灾难, 可能跟我们在山区看到的, 那个好大雨, 所造成的灾难, 它会有类似的效果。 因为当地居民, 他担心的是, 这么大量的雨, 那冲刷的被掀开的那个陆基之后, 那会侵蚀到这些房子的地基。 那也是为什么高雄市政府, 它在发生灾害之后, 就去调集了那些可以打净压式钢板的机器。 OK。 倒栽区来。 哦,是,是。 问题是, 当这么大面积的损害, 你要去做这些, 那个地基基础巩固的工程的时候, 那个速度跟天后的变化, 这要如何去做一个判断。 嗯哼。 可能是一个挑战。 是的。 这是一个挑战。 是。 那所以呢, 对灾区来讲, 嗯, 我们面临的是这种, 那个复合性的灾难。 那复合性的灾难, 它需要有不一样的那个思维跟做法。 嗯哼,嗯哼。 对, 那所以如果国内的资源不够, 它是不是能够去调集, 呃, 台湾以外地区的那种能量。 嗯哼。 这是, 其实在莫拉克那个时候, 就曾经发生过。 嗯哼。 好, 对, 那相同的模式, 呃, 在这一次的状况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 思考我们的那个应变能力, 能量, 还有, 外源的部分, 如何去衔接, 去整合。 这是一个, 呃, 需要再, 思考的地方。 它去因应可能不能够再用, 呃, 错误学习这样的方式。 好, 一次, 两次, 三次, 那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状况, 好, 在出现。 那这个是, 比较是属于那种, 呃, 所谓的反应式的, 啊, 那个, 呃, 误判。 是。 一样会有误判。 是。 误判呢, 呃, 一个是在, 事后的灾难, 嗯哼。 发生, 危害的效果。 嗯哼。 如果是预警式的呢, 它是在, 事前, 灾难还没发生前, 发生效果。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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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是用反应式的, 那就是等, 灾害发生之后, 我们来检讨。 嗯哼。 我们来做准备。 好, 做未来的准备。 但是, 常常会有漏掉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是, 以现有的资料。 是, 是。 给下一次应变的准备。 是。 那, 那预警式呢, 是以现有的资料, 再把, 未知的部分, 做比较, 详尽的思考。 把未知的条件, 尽可能的把它纳进来。 是, 是。 然后, 做准备。 是。 这样的话, 意思是说, 或许, 呃, 我们可以降低灾难的发生。 可是呢, 如果误判的话, 那可能, 呃, 会有一些成本的付出。 因为, 诶, 它没有发生, 灾难没有发生。 是,是。 可是呢, 你做了那么多准备, 它也没用到。 嗯哼。 嗯哼。 就像说, 是。 的那个, 呃, 超大豪雨, 那到底, 要不要放假? 高雄市选择,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宣布, 放假。 嗯哼。 嗯哼。 啊, 台南市呢, 他选择, 我等着, 欸, 一直到, 真正发生的状况, 我再来做决定。 嗯哼。 好, 那到底, 这个社会现在的反应, 它倾向于哪一种? 是, 是。 好, 看起来, 其实, 倾向于预警式的灾害应变的人, 似乎, 有越来越多的倾向。 的确, 这个风险的概念, 也就是说, 防范未然, 把未知的因素尽可能就是纳入, 甚至不惜付上这个代价。 这个部分的确是, 台湾社会越来越被重视了。 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么, 呃, 这一次的灾难事件, 在未来,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 复合式灾难应变的思考。 那个时候, 我们或许不再纯粹, 那个个别, 就各业务单位自己本身的观念, 想法, 资料, 去提出一套应变的方式。 它需要的是, 各个负责的应变机关。 它必须要坐下来, 一起讨论。 当我发生, 比如说像这次这样的一个爆炸事件之后, 那我们要做的那个, 安置。 是。 那要做的重建。 是。 要有什么样的准备。 是。 那时候可能不是纯粹只有机具, 工程单位调机具过来, 然后有充足的人力, 材料等等, 就能够解决。 因为, 我们有没有考量到, 在某一个季节的天后因素,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哼哼哼哼哼哼哼。 的确是。 老师, 其实为各位听众提供了一个, 在未来我们继续来关心, 731高雄气爆案的后续重建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个观察指标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 能不能有这个, 把风险的概念纳入到未来, 再重建的这个上面, 那其实最具体的会反映在, 是不是各部会能够把自己的专业, 都整合成一套共同的策略, 而不是各部会还仍然在一个, 自己的这一个专业领域当中, 而没有把这样的消息pass到, 而同时有一个共同的这样子的方向。 这个部分是, 我们可以未来一起在观察高雄重建。 今天很感谢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欧玉峰欧老师, 在会课室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欧老师,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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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